这就是COL,让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BP 这个比赛的话也是会决出最后一支进行淘汰赛的名额 而且这个比赛比较重要的是获胜一方将会拿到积分 是的 然后这个对决的话刚才其实我们看善流的时候也说了 感觉目前从状态跟实际来说 OG应该都是要领先一些的 所以COL看一下会不会在BP上面会有一些主动求变的东西 是的 这一局COL是在夜眼方办掉小歪水人 OG是一半杀王 这一局COL也没有采取之前VP打OG的一个办法 就是去办Drax的海鸣和土猫 之前OG跟EG那个BO3的第一局Drax土猫 已经是给EG对他很深的印象了 是的 办了小小 OG是自己办了小小 他们应该是自己打小小胜率是很高的 但是是考虑到是COL先选这个点吗 对 还是办了 他是三手办了海鸣 一样的 但这局放了土猫给OG 对 有土猫在外面 对 土猫的进攻性要比海鸣更强一点 嗯 OG这一手办人 现在独狗互乱支援冰龙 这三手五号位英雄是都在 是的 要考虑一下 COL这个队伍呢 他们的这个选人的路子还是蛮野的 对 他们能打的比较多 对 打的比较杂 然后他有时候经常会给你带来一些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反正是办了一手小鹿 像他刚才打那个OPTIC的决胜剧当中 就是ZFREAK这个四号位古法 在后期一个非常好的爆发效果 限制对方的核心发挥 之前还有打过四号位先知 包括这个四号位帕克他没打过 对 就是他们四号位上面会打一些特别不常见的英雄 对 然后这个四号位还是比较偏发育的 不管打什么英雄的话都是比较喜欢刷 对 而且他最终精致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 能打出那种效果 是的 土猫 现在JRX的话基本上就是土猫海民 能选到的话OG都会选JRX的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 第二手的话就是有九仙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这一局CYL是抢了一个帕克 有土猫帕克线上很难打 特别是打中路的帕克 对 我记忆比较深就是OG在MDL上面和那个TNC的一个最终的决赛局上面 JRX是把那个酷酷的帕克直接挂死 是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局CYL这首帕克大概率是个四号位 OG的第二手选人 常规来说应该是强九仙的 或者就是感觉辅助位上面的毒狗霍乱冰龙 这三个英雄哪个比较好也可以选一个 然后最近OG比较喜欢用的小歪是被CYL这边一手给半了 现在全能也还在外面 对全能骑士也是一个比较值得去抢的英雄 拉什克 哦不是 爱日达 对 毒狗 这也是他们比较爱用的一个酱油 对 这种英雄的容错率比较高 有一个反手救人的点 后期还是先选了四五号位 哦 赏金 这应该是一个五号位赏金 在CYL里面赏金是由他们的这个五号位来用的 然后这个帕克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号位 嗯 这样来看的话CYL应该是要选一个比较偏打架的阵容了 那么OG第二轮可以办一些打架和比如说像飞机这样的 还有一个套路是赏金配Tinker 但是在我印象当中 CYL这边Tinker用的是不太多的 赏金的标记开始也可以让Tinker在团战当中是去进行一个 远程放导弹 对 远程激光导弹都有视野优势 OG的话是自己办了九仙 那这局OG是不想用九仙 因为他们第三手是先选的情况下还是办了九仙 是的 这S4应该是要用别的英雄了 目前来说 白九仙的话会不会考虑去抢权的 有可能 对我觉得全能蝙蝠 这两个英雄的出场率是很高的 看OG这局想打一个偏进攻还是偏防守 虽然是比较稳的办了一个潮汐 S4最近潮汐用的其实倒不多 对 他的英雄应该就是帕克九仙 蝙蝠全能 这四个用的比较多 现在OG的这几个选手的英雄值都是比较小的 就是这几个英雄呢 只要能选到基本都会先选 对 不会主动求变 除非对手说把一个点全办了 那我可能会稍微变一下 不过这局他是自己爱用的两个点给办掉了 对 就潮汐和九仙这两个点 第五首 哦 办了一首远古冰魄 虽然说这个冰魂配赏金比较奇怪 但还是办了一下 他是觉得有一个帕克可以搭配 他读这个帕克读的是一个就是核心位置的英雄 而且我觉得OG这样办冰魂 果然就是他办冰魂应该是保护自己的英雄 所以CR也是马上办了个全能骑士 就是这首九仙和AA太明显了 对 就感觉你要抢全能 是 全能骑士被办 这样S4的常规英雄是有个蝙蝠在 然后这一局办了冰魂的话 其实OG也可以考虑跟紐太尔选一个偏功能性的死亡先知 还不错 这样跟土猫可以形成一首双尘末 龙骑士 很扎实的英雄 这英雄现在一二号号位都能打 对 之前看TNC那个Riven打 那个一号位龙骑士效果也是不错的 对 他主要就是线上的战线能力比较强 然后可以做一个魂戒 对 通过龙族血统的回血和这个魂戒 然后搭配则来进行用 基本上就是自己属于一个永动机 冰龙 那这样这一局还真是一个核心帕克 冰龙赏金 这两个酱油的输出略显不足啊 比较依赖于核心位置了 对 目前CUR这个阵容也没有物理输出点 然后四五号位呢是不带空的 阵容显得还是有一点奇怪 这样子帕克可能会是一个三号位 因为他要去补输出点 对 正常来说的话 帕克打三号位当一个控制点和解漏点 然后一二号位补成 输出点是比较合理的 不过CUR这个队伍也不好说 我记得他们应该也是让Limp玩过帕克的 对有打过 对 这个龙骑士的位置现在还不好说 三号位还没有选 这一局没AA了 然后水人 哦水人也没了 对 那就是毒狗Nuna 但是对面有个冰龙在 他这所冰龙毒狗TB 毒狗Nuna这些都会被陷阱 三号位选择了一个亚巴盾 也是看到对方的输出不足 选择了一个奶系的英雄 那这样的话 OG自己的输出呢 也稍微低了一点 这样和毒狗有一个双救人 两个救人点 CL这边本身就没什么输出 现在 对 现在还在拿一个亚巴盾的话 CL这边很难击杀人 是的 而且可以解标击 现在看CL这一手怎么补输出 现在美杜莎是还在 他们这个阵容 如果说保大核的话 是可以考虑一下美杜莎的 打亚巴盾的话 黑鸟是比较好打的 对 黑鸟的话到后期 包括对线打龙骑也还可以 如果说是中单的龙骑士的话 接下来这两个拿人是CL的连点 所以他要连续选两手人 包括半人 所以这一手要想好 想好后面这个连点 是要搭配一个什么样的阵容 就是他们要先定阵容 剃刀 这应该是个优势的剃刀 对 这个是打亚巴盾 比较有优势的一个点 对 亚巴盾其实线上 还是一个挺厉害的英雄 而且这一局CL的将有比较弱 所以需要选一个 比较强势的核心来应对一下 但是剃刀这个英雄的输出 其实也一般 也不是很高 比较吃装备的这个英雄 等级经济都很重要 输出比较平缓 刷的比较慢 对 像上一局一季的剃刀 我们已经看到 这种英雄一旦进入到 这个军事或者劣势局的话 就很难发挥 是的 他的逆风carry能力比较弱 顺风局还是很厉害的 最后一手扮人 CLR这边感觉 要补个输出点 我觉得有可能会给Limp 选一手中单飞机 扮了伐木机 这应该是保护了一个龙骑士的对线 是的 但是如果CLR真的选伐木机的话 这个阵容就没有物理输出了 全是法系 要不要考虑把露娜搬掉 露娜的话搭配毒狗配龙骑 都还可以 对 整体配起来是不错的 而且前面有一首大招 在前宗室也可以 在有大的情况下是可以参团的 对 侯记也缺少一点爆发这个阵容 是的 露娜是还不错 欧记这个选人 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扎实 扎实的基础上 往后打还是要有输出能跟上才行 亚伯顿跟独狗 保人能力很强 龙骑士的话 其实也是偏吸收伤害的 那么欧记缺少一个能够打伤害的英雄 这个打伤害的英雄 OG这个阵容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他前期的话 可能有土毛这个节奏点 但是往中期走之后 他因为三号位是一个亚伯顿 对吧 就没有任何带节奏的点了 他需要等这个龙骑士出道切入桩以后 才能够带动节奏 是的 龙骑士跳到引刀之后才能带节奏 反观CYL这边 他其实电魂本身线上对线的话 就会占据一个优势 然后有赏金 到了中期还有一个帕克 CYL这边节奏点会比较多一点 对 办了个小娜家 Tile的小娜家 他觉得这是Resolution龙骑士 但小娜家这一局选出来 其实没有什么配合性 就是OG小娜家一般都是放大招 然后就接技能的 比如先接这个隐魔大招之类的 他可能是觉得他这个阵容 不太好去处理后期成型的小娜家 对 他这个阵容确实比较怕 这种幻象系成型之后的英雄 是的 那从这个点来考虑的话 OG是不是可以选一个幻影长毛手 可以 目前CYL这个阵容虽然说有AOE 但都是法系AOE 而且成长 没有成长性 就是伤害是固定的 是的 到后期的话就处理不了幻象 最后一首CYL先选 我感觉飞机还不错 哦 抢了 这个英雄 OG有个龙骑士在 感觉不是特别怕 不是特别怕 有一个龙骑 他 那这边是可以拿飞机 OG可以自己打飞机 嗯 飞机加龙骑的双核打换一场毛手是可以打的 对 OG可以选飞机 可以选露娜 可以选的还是比较多的 CYL已经限量了核心 飞机的话 而且中期是可以弥补自己这边没有节奏点的一个问题 飞机可以考虑去带着队去打一打 看这一手OG怎么考虑 这一局OG有两手点控加一个独狗 我来想会不会Resolution会想玩卡尔 卡尔 敌法师 这一局OG为什么会选敌法师呢 敌法师吗 他是这边这个龙骑士会走一个中担龙骑 就只能走一个中担龙骑 对 然后敌法师走一个优势路 他对线打帕克的话 其实对线是比较好打的 对 然后 然后就是这边CYL没有硬控 就是限制不了中后期的敌法师的发育 是的 但敌法师这一局的装备是必须要领先的 不然的话他团战中其实也很难输出 最后的话两边感觉都选了一个比较非常规的阵容 CYL是选择了一个四五号也不带控制 然后双合也不带控制 只靠一个帕克控人的阵容 然后OG的话是选择了他们最近比较少出的一个敌法师 然后又配了一个亚伯顿 应该说整体这个发力期是很靠后的 对的 那么这个阵容的话 瓜少你觉得哪边你更看好一些呢 我觉得这个阵容前中期的话 就是CYL因为前面之前讲过嘛 他这边是有一个比较多的节奏点的 前期的赏金到中期的帕克 包括电魂他这边的一个对线的强势点 然后OG如果说他最后补的是像是飞机或者是Nuna这种 到中期可以站出来的英雄的话还好一点 他补一手敌法的话 这样就是自己的四个队友压力就更大了 是的 CYL可能会在前中期打得比较顺利一点 如果说他在前中期能够建立足够优势的情况下的话 就是是有机会拿下这一局的 但是同样这边就是因为敌法师到后期是没有处理的点嘛 这边没有那种比较硬的控制点 然后到后期的话 如果说敌法师发育起来的话 这边OG可能会能够形成一个翻盘 所以你觉得CYL应该是一个前中期优势 然后OG是一个后期优势 对吧 请坐 看一下上面这个BU3第一局 这一局确实 他们三号位是个哑巴盾 本身是不能动的 然后一号位补了一个敌法师 这样的话 DRAX这个土猫压力会比较大 前中期主要就是靠土猫来这种节奏了 这一局土猫的 就全部的重弹全在土猫身上 是的 有句话讲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吧 你既然水平高的就给你多分辨点任务 敌法师这个点其实还是挺难想的 因为对面的双核其实 双物理核 对双物理核 而且是敏核 帕克也不是很怕敌法师 而且幻影朝猫手这个英雄 其实打敌法师装备上有优势的话是可以打的 非常好打 对的 他可能想法比较简单 就是感觉对方最后一手点了一个猴子 是一个分身系英雄 那我选一个能出狂战的核心来打 然后就选了敌法 一般来说 这个时候选人都是会给这个选手去问 就问 你看对面这个阵容 你玩什么英雄好发挥 瑞斯路尘说 这番敌法好发挥 那我就选敌法 然后我们看分路的话 CRL这一局好像是一个中单的猴子 哎不是不一定中单剃刀 猴子是帮他卡兵 对他在帮忙卡兵 CRL这个分人也是比较灵活啊 这个Limp跟Chase这两个选手 他一二号位经常会互换 打一个双合 然后走中走优看情况 都来帮忙卡一下兵 对这一局中单 因为对方定了是一龙骑士 所以说剃刀是可以打出优势的 哎没有 不对 话音刚落 这是S4打中 是的 OG调整了分路 选择让龙骑士避开剃刀 然后这边 CRL也是顺势而为 他下路有现眼 看到人了 对 他看到龙骑士走下 然后也是选择了一个换线 剃刀是下来 找龙骑 对继续和龙骑士对线 是的 这个新套装看的还挺帅的 是的 迎双结的套装 先抽一波攻 这远程兵你就不要想了 然后完成一个正补 远程兵也可以稳定反补掉 这龙骑士就很难受了呀 对 而且打边路的话 其实比中路更难受 因为边路的现场 对的 剃刀可以抽很久的攻击力 你看这补刀圈 都是你别想了 你别想了 然后这边是 又换了一下分路 把猴子换到上路 这个换到上路 是为了让帕克避开敌法 因为帕克打敌法是比较难打 CRL想在前期对线的时候 自己处于一个优势 是的 OG就还是线上 保敌法师无解肥 关一下 关一下滚 有粉吗 撒粉 粉到赏金 这边赏金吃一棵树 再往里走 没有深追了 敌法师前期能给的伤害 伤害也不太少了 对 足狗其实也没什么伤害 就有时候留人 又滚到了 赏金边没蓝放隐身 还差一下 诶不出来了 诶 敌法师避过来 精致啊 这边线路线是找到了赏金的位置 然后再关一下冰龙 冰龙是有1技能的喷一下 赏金再踢出来 土猫滚走 吃这个赏金神符 两个符都可以吃 土猫2级 节奏还不错的 是 这个一血也很关键 对 敌法师拿一血 赏金跟在土猫身后 啥也没吃到 带着一个假眼 嗯 对 躲树林里还有想法 他们对敌法师应该是没有想法的 这敌法师肯定杀不掉 但是OG这边好像是有想法 对 OG是有机会杀人的 土猫也过来 留了一个点 OG想杀人最好也是冻冰龙 这个猴子他们也是肯定杀不掉的 猴子是留电的 这边赏金是游一下 先来中路杀鸡 这边S4是回头赢了一下信使 魂界是已经有了 这个眼不顿混的还是不错的 中路12-5 4级了 对 还有一个补刀斧 然后近战 补刀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没弹到 对 上路猴子被挂得有点赶上线了 嗯 现在唯一的优势是下路这边剃刀 是的 是一个天然的优势 一打一的话 剃刀是基本上是不会被压的 东西是扛压 这压巴顿要这个状态的话得回去补一下吧 因为那个大药不想回家 依靠大药和魂界继续来战线 其实这个兵线回家然后再踢出来 影响也不是很大 对 这边赏金对土猫动手 但是自己的血量很残 不过敌法师也追不上 关到了冰龙 关了一下冰龙 冰龙有技能吗 有冰箱冰一下自己 但是蓝是没蓝 撒一把粉 冰龙是没蓝的 要被追死了感觉 这边土猫也被砍死 敌法师有一个壁 飘了一层毒 诶 这种山 这种山应该是被毒狗这个飘狗给打出来了 消毒打出来 然后看到冰龙 出门逛街看门口有一只小龙 一巴掌拍死 抢了个人头 现在龙骑士是藏在树林混净样 感觉是 现场避开剃刀 雅宝顿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差 蓝太少了 刚才是没守得回家 现在状态是一直很残 直接拨 但是没拨到 拨到应该是能杀的 试顿 下路敌法师三人路等级有点多 这波开悟了 到了晚上之后 毒狗跟土猫一波开悟 想到下路来帮一下龙骑士打开局面 找一波提刀 提刀 想单杀了这波感觉是 有香味鞋 土猫来不及赶紧踢过来 取消TP 再往下路赶 对 再走过来 带着物 踢到这一波攻击力还在 已经来了 不太好动手 说实话 这些三个人没什么伤害 对 龙骑士的等值太低了 对 发现了 相关 伤害加深 飘一层毒 定位给滚 滚到 再A 有踢 但是龙骑士没跟上 两层毒 再踢 三层毒 一口火 点一下爆 漂亮 伤害是比较极限的 正好达成 是的 中路赏金过来 这个 亚伯顿应该是 已经补过一波了 满状态 这个不太好杀 三级套子 砍一刀 帕克在放波 卡一个几多CD 沉默 哎漂亮 在套子这个沉默之后 抬手的一瞬间 被A死了 也是在亚伯顿 五级杀了他一次 做一下换路调整了 让我们其实来中路补一下 亚伯顿活了的话 要去上了 对 亚伯顿是换到上路抗压 地坏是换到下路发育 这个对线 OG换路换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 虽然对线是补导领先 但感觉这个对线 OG可以接受 是 冰龙 喷一下 亚伯顿这边有套子 再给 猴子有标 但是没有继续追了 杀路 没机会 火的 现在敌法师这场的经济第一 之后是CR的三合 哎呀 这边被消耗的还是很难受啊 交了一个Blink 感觉还是要在运组补给过来 买了假腿 这个状态跟提刀对线 还是消耗有点跟 跟不上 土猫也来了 非常感谢 啊 是帮迪法师带了个大药过来 补满 不过这边CL也是三人 对 OG想动一波手了 土猫也来下的话 土猫的位置是被赏镜看到了 抽了一点攻击力 好像还是以保迪法师补刀为主 关动手了 伤害加深滚到定位 冰龙是有冰箱的 冰一下 独狗定位可以再飘毒 蓝被砍光 再点 两层毒 三层毒打不过 提刀吃了口魔棒 提法师避回来 独狗自己空蓝 提刀这边有没有后续技能 等力场只有一击 伤害也不够 提刀这边等级也不是很高 有提刀的属性还是比较高的 带着一个大魔王和宁魂之类 对不太好杀 现在敌法师也没有到六 欧阶没有爆发点 补一波 这边C2还是应该要继续打下路 不能让这个敌法师打前的 对 然后这样又尽量就是多靠着这个 剃刀一点 因为这边肯定要来找这个无敌肥 踢到要杀 从骑士中路便能补一波发育 想来摸一下坦 对 摸一下试一下 诶 这边上路 Limp是完成了一波单 不是赏金也过来了 配合击杀 也不顿是开大招 然后应该是被大招之后的减速流到 该错又死了一次 这边伤害加深给到 但是被抽了攻 没办法只能走 天灰上塔正受到攻击 现在OG这边也没有节奏点 可以把局面打开啊 对 只靠一个土猫还是比较难 但是还是宝核心战前发育 发育为主 C2这里的 他是先做的纷针 C2这边想找人杀的话 也是要看帕克会不会选择 如果帕克不动也不好杀人 赏金上路杀了一波雅巴顿 又来到上路 雅巴顿这个7级了 其实是不太好杀的 帕克过来的话也记得 对 7级有大满状态 看一下帕克这边准备去哪里 自己也在看 往下走 TP到中路 还是中路 回来守塔 这样的话应该是会继续来战舰 敌法师这一局 目前来看是要出先锋盾 他挂的装备是先锋盾 而不是狂战斧 这边看到人了 但是伤害都不动 只要是一个不遵走 踢刀没有挡到 敌法师也要避走 踢刀是打得很凶啊 看到人先开大 现在这段时间OG正面就是打的 对 猴子也过来了 这波想逼波塔 那敌法师换线 换到上路 换到上路的话可以反推塔 这个时候能做一个一塔互换的话 对 这个时候龙骑士也在中路 点塔 龙骑士这个变龙 好像是好了就用 对 踢刀 来了 先锋盾 被抽满 走出去一脚踢 这边 伤害明显不够啊 状态太好了 对 大了一个满血龙骑 配合剃刀 像啥 太难了 上路低法师跟亚伯顿在逼塔 这样反而可能是OG先破塔 下路猴子还拆的 拆的很慢 独狗被点了一下 独狗确实是没蓝 钻树林往前地 想给标 标到了 那这样应该是死了 一点蓝都没有 没办法 独狗敌法在上路 把一塔带掉了 这波不亏 看了一下局势还可以 转出狂战火 亚伯顿再不踢过来守塔 这样塔还没有掉 大的 帕克也在 对 动一波 没波到 强行抽 再给套子 开大招 点帕克 转移一下仇恨 给冰箱 反杀 S4这边是吃了一个魔棒 给套子 哎呦 想拼帕克拼不掉啊 那一个人踢下来守塔 还是有点 对 打了很久也没有对我过来支援 就是让他去争取一点空间 然后这边 Drax的土猫被赏金中路已经杀掉了 嗯 这波是两个人阵亡 在帮敌法之声去发育空间 全村人的 全村人的希望 对 全村人的希望 天心这么被动就是为了你 龙骑士变龙好了就用 争取把这个塔磨掉 塔防赏金过来 这时候对龙骑士是没什么想法 龙骑士还比较肉的 猴子回家去补 上路冰龙已经是六级了 减速一下想留 帕克分针变杀大招留住 提刀过来抽攻 看土宝怎么救 啊 还是被杀掉了 这波帕克分针变杀 第一波伤害还是很高的 这边CL向胜利迈进啊 领先了四千经济 赏金也是倒六 已经有标志前了 是的 越打越飞 这时候进入到CL2的一个强势期 帕克分针变杀十几 然后OG的三个核心 其实都没有很强战斗力 其实OG这两波打的 还是问题比较大的 下路这个塔明显是 一个人是守不了 一个人守不了 然后下去是自己的 雅伦顿死了 因为雅伦顿经济是还可以的 然后死了之后防御塔还是掉掉 然后中路自备龙骑士 推塔的时候 又没有队友在后面去蹲 就只有一个土猫 对 他们是想帮地法人争取发育空间 但是太分散了 下路这个塔 要么就是多来几个人 把塔守住 把人赶走 要么就是不要 对吧 就不要了 中路推塔的话 也得有队友 至少雅伯顿要在后面前 这时候是CL进入到强势期 开始不断的逼塔 哎 这边发现了一个塔后的龙骑士 有空吗 有大 还留住 感觉OG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啊 就看这个全村人的希望了 敌法师能不能起来 关键是这一局 CL的双敏捷核心 就不是特别怕 不是很怕敌法师 是的 哪怕敌法师装备领先一点都没关系 是的 敌法师是不太好轻易切进来的 而且因为他这边三合很肥 加上有赏金标记 他后面是五个英雄都能打到比较 对 这边上路继续来逼二塔 赏金开始挂标记 这一波的话 CL破上了一塔之后 应该是先转中 把一塔先破掉 二塔还没那么着急 这一波是抢了一波双引 嗯 14分钟敌法师狂战 这局凯瑞瑟路肾能否carry 是的 这个难度调整的还是比较高啊 这也没办法 他大哥敌法 三合过亚瓦盾 注定了这样一个 对 没有节奏点 没有输出点 龙骑是这局想裸跳刀 想裸跳来带节奏 但是差的比较多 这边帕克是有跳了 对线和这个剃刀对线压力太大了 嗯 本身就是抗压龙骑 中心还需要你站出来 是 这也是比较难玩 不给资源 就是不给我饭吃 还让我干活 是的 闪击小群章 这波可以开悟啊 这波三人开悟 没有带帕克 让帕克露线 这样可以降低 OG的警惕性 然后可以入侵一波野区 剃刀的话 装备也是比较好 相为战古天鹰界 野区是有视野的 这个时候 OG开始抱团了 来了 帕克也在靠 但是这个位置 会被假眼看见 只能看到一个帕克过来 这波OG应该是有所意识 是的 对方的人 miss了很久 线也不带 塔后这边放了一个假眼 线上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OG是肯定意识到了 然后这个假眼 也是凭空放出来的 被OG的真眼反掉 这波开悟地图CR 发现已经是失败的 省的正面推进 把这部车保住 顺便过来推就可以了 猴子再出散尸 散尸应该已经有了 对 现在是CR非常强势的一段时间 不过地法师这段时间 刷得也很舒服 对 限制不了这个地法 只有帕克有跳 看能不能跳沉默抓一波 地法师换到下路 继续来带长线发育 然后其余四根抱得很紧 这边野区好像是发现了赏金的位置 赏金被发现 这里是有OG的防守真眼 赏金被杀掉 这个时候CR的节奏是有点停滞不前了 是的 中路被这个龙骑士顶住兵线 他们不好强推 然后猴子不想参团 他们又抓不了敌法师 现在CR是得势不得分 不好扩大优势 中路的龙骑士居然学习了增加魔法恢复的一个天赏 非常少见 就是有点放弃自己发育的感觉了 有魂戒 点这个天赏吗 基本上魂戒魔棒够用了 对 龙骑士没那么缺烂 他这样就是可以多吐两口火 打一打钱 这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中路这边赏金给一手标记 找到龙骑士 猴子跟提刀全包过来 冰龙这个位置吃口魔法没死 龙骑很危险 有散失留住 什么叫双踢 想过来掩护 提刀还在冲 攻击力很高 这边猴子再往前给一手标 但闪不断的奶量也很足 提刀 帕克再来了 这是直接冲到二塔 强散了 帕克 这边是被晕了一下 向前转移 亚伯顿没有大招 应该也是要死 这个时候亚伯顿被强杀 太凶了 这段时候的COL 这个时候敌法师不能参团 OG战斗力太弱了 这波想救 这边土猫亚伯顿全都在救 但是没救下来 救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COL冲的太凶了 从一塔冲到二塔后 跟OG也是没有办法 装备本来就落后 然后敌法师还来不了 再拖一拖 整个敌法师换营 就可以像刚才这种 小娜娜是可以过来进行 支援反打的 对 这段时间对于OG来说是很难熬的 放的全是防守真野 但是好在这段时间 COL的节奏是断下来 对不是很快 对 这段时间他应该是就只推了一个一塔 然后敌法师也是很快的可以补出分身符了 他们这个阵容的推塔能力还是有点弱的 对 其实和昨天是前面有一局 哎 敌法师这边上路是完成了一波击杀 找到一个赏金猎人杀掉了 其实这局和之前Secret的打OG的 就是三个BOE的那个第一局很相似的 就是OG也是一个敌法师 前期也是很烈士的情况下 然后翻盘 那边我记得就是也是有一个剃刀吧 就是推塔推不起来 前期有优势 但是并没有去建立这边防御塔的一种 对 就是很难把优势转化成圣势 对 最后就被一个敌法师发育起来之后翻盘了 敌法师是已经分身了 那一局的敌法没有这局发育的那么好 那一局是18分钟才拿到狂战斧 嗯 而且我们看到CLR这个丝毫被冰龙是补了个点金手 也就是CLR他也没有想在中期 拿下比赛 也是想跟对方对发育一下 试试看 对 他是觉得他这个双核到后期的话 打敌法是可以打的 嗯 其实是可以打 是可以打 因为这一局龙骑士跟野马盾都非常穷 对 这一局OG目前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单核敌法师 然后CLR的话三核发育都不错 是的 打到后期的话帕克有经济 出一把羊刀也能陷入敌法师的发挥 但是敌法师就是成型的那一波是很强的 对 就可能说拖到真正的后面的话 都是同样的六圈的情况呀 应该是可以打的 但是敌法师他在二十五圈中左右 装备领先那一波比较强 是的 龙骑士跳刀 这一局OG的两个核心 龙骑士跟野马盾已经完全双核成功能型 功能型英雄了 就是保地法师 一个人打控制 一个人吃伤害 一个人解状态 本来想的是龙骑士 东西能散开 但是这个队线也遇到的剃刀 留住 抽满 我们要掩护一下 这边跟着走 S4大招已经开过了 开战鼓强追 伤害非常高 还差一下 点死 没办法了 一脸上卡 正受到攻击 只要敌法师不死就行 现在只能这样了 这样的话就是敌法师他参团第一波一定不能崩 对 如果他第一波参团第一波不是收割 而是被杀的话 这个局势就瞬间崩盘 是的 这个时候CL如果想抢战斗 其实可以考虑控盾 这个时候控盾OG还是不敢来的 对的 他们推塔效率反而会比较低 这个时候控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控盾B团 帕克在补吹风 我觉得帕克这一拳 电魂是被假眼看到了 电魂被留 帕克在 隆起着回手晕 电魂接被秒 帕克被沉没了 踢到 也死了 这一波GX的沉没和踢 Resolution的第一波参团直接是完成了一波双杀 而且双杀对方的双合 是的 效果非常的理想 直接可以顺势打盾 这节奏一波就回来了 对的 细平亚伯盾 打得算也是非常快的 这个盾CR很不想放 但是他的双合都不能买活 猴子一个人过来看了一下 那这个盾只能是被OG控到了 是的 敌法师控盾 经济一万五千 领先一个大剑了 对 再出蝴蝶了 剃刀这一局也是没有想到出BKB 出了一个双刀 他觉得局面优势很大 不需要出BKB了 但是如果说一旦落单的话 他这个装备被抓 就跑不了 是的 全村人的希望站起来了 这个第一波的双刀效果非常的不错 蝴蝶也快要了 对 这样就达到了一个敌法师 装备领先之后的一波强势击带盾 那么等于说是COR的这个进攻就都又被延缓了 而且现在敌法师给CORB线压力非常大 对 猴子分身不散尸 在OG还是其余四个人抱得很紧 让敌法师一个人来处理问题 是带线 哎 这一波 松露是想打的 还是这个 有真眼发现了赏金 这边关道定位给一手踢 赏金被杀掉 杀人如马了 对 在同样位置就被抓了一个 对 Solution这一局5-0没死过 蝴蝶马上有下路可以带一波长线过来 可以直接逼对方的2P 感觉这个中期因为CORB找不到进攻的机会 已经是回合反转 是的 转到了OG的强势器了 而且关键是这一波核心被抓的空盾 导致了接下来的时间CORB都没法组织起什么主动进攻 防守其实也不好守 是 敌法师选择了加300的一个Blink施法距离 没有加那个闪烁产生不可控幻象 这样他找人会更好找一点 龙其实也是带着一个加速神斧找人 找到 哎 找到了 这边发现个冰龙 直接晕住 然后正面这边剃刀直接被秒了 直接被敌法师深深秒掉 对冰龙给自己一手威光 大招还没放 想放大 S了两下还是没放 这边证明CORB已经溃败了 是的龙骑士再找到冰龙 冰龙再被击杀 这边一塔还没有破 追到二塔后 刚才是OG被追到二塔杀两个 现在是CORB被追到二塔杀两个 对 而且这两波抓人都是CORB人非常散 对的 踢刀总是在一个非常突然的位置 哎 又被抓了 怎么感觉CORB这个队伍中期突然就乱了 结果直接逼高啊 敌法师蝴蝶这一波太强势了 带盾 因为他们这边中 哎 哎又被晕住了 直接被削到梅兰了 哎呦 这一波是直接要破路了 突然死亡啊 这CORB 这个中期是 幻影长帽手要想打钱 然后自己四个队友 都想打钱 其实他们冰龙出了一个点金手 就是他们这边幻影长帽手在打钱 然后剃刀是想 就是他们在中路一塔这里 其实是耗的时间比较久的 对 被这个龙骑士在那边用这个 就是当时CORB还觉得自己是优势 对 龙骑士就是那剃刀想打对面的钱 然后站在对面的高坡上面 结果被对面打了一个突然进攻 当时人是整个是分散的 队友也不在 然后从那一波之后 敌法师空盾 打下 CORB人还是分散的 再被抓一次 逼到高地 猴子买活 整个这一系列下来 把CORB在前期建立起的优势 是全部送掉了 经济已经是OG领先了 之前一度领先了6000的经济 一波追平 而且这个敌法师 目前是CORB处理不了的 出冰眼 现在已经是领先了8000的经济了 就相当于是两个大剑了 嗯 很快就两个大剑了 而且他选择做的是一个冰眼 冰眼敌法 要去跟那个冰眼 冰眼会让自己的整体这个 正面能力 身体素质都会更强一点 嗯 但是我感觉还是晕锤龙心 这种会不会更好一点 比较直观对吧 对 这样有晕锤之后他可以单杀 出冰眼的话就是打团的时候 可能更厉害一些 不太容易被冰 冰龙是做了一把跳刀 龙骑士BKB 也是跟着局势打出一件装备 这可能是他这边 因为控制本身也不是特别多吧 有一个冰眼然后可以黏住 跟着A 对 而且这局他没有毒狗在 他出冰眼这样的属性装 他的幻象质量会高一些 对 后期可以用毒狗关的幻象去耗塔 顿势已经消了 马上出到冰眼 点金手冰龙 微光跳刀 这一局冰龙大如果放的好的话 还是有机会去秒人的 找一个敌法师身边的土猫 或者祖狗很有机会秒掉 敌法师是已经灭眼了这波 又找到了一个赏金杀掉 中期C玩的人是各种落单被抓 这样赏金阵王是给了OG一波推进的机会 中路可以逼一波二塔 本身在前面这段时间应该是CRL的节奏 是节奏断条 赏金从一个提升团队经济的点 变成给对面手机的送人头 现在CRL是转成了两路带球来延缓局势 但这种带线对于敌法师来说 属于孝娜 你把线带过来我秒推回去 把线全转还出钱 所以敌法师从前想出第二把蝴蝶 他如果出第二把蝴蝶的话 就是要把属性撑到极致 这样来让独狗关到幻象去拆高地 这样幻象质量很高 对方很难处理 双蝴蝶 向下两路冰线压力有点大 并没有想回去 他们是在这边 在这边是两路断冰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猴子还在压上线 但是自己也不敢上高 对而且上路冰线没有 这边冰线是被勾过来了 这边是从上路把冰线勾过来 站稳中路把三路线全部压到这边 这样子这里的话 想通过带线把人牵制回去的 这个战术就失败了呀 对这样就是把线压到高地下面 把所有人压到高地上面 敌法师两万 领先了猴子战争一倍 这一波CR的猴子回防 要接团感觉 看一下这位是敌法师 闭关找谁 敌法师要取军备秒了 龙骑士BKB出出 给了一手冰箱 电魂暂时还没死 但是血量太残 应该还是要死 电魂倒下 猴子切亚宝顿 但是没什么效果 猴子自己被敌法师 也是瞬间打成没有欢笑的状态 再往前追 这边被踢 对龙骑士过来 再次一手晕 大招收掉 这边CORR双合阵王不能买活 再砍死一个赏金 这样的话 这一波 感觉是要定胜负的意思了 冰龙开微光 跑掉了 这一波要破路了 双合都没有买了 对 这个时候只要OT的队友打先手 让敌法师第二时间切入的话 敌法师是非常好舒服的 这个环境非常好 十杀零死先助攻 而且刚才这一波 敌人是没有做任何事情 直接上来被毒狗关了之后 被敌法师烧到一个骨血空来 他就是先被毒狗关 再被冰龙冰箱冰一下 对 醒来以后就死了 是的 什么事都没错 没有BKB的剃刀 完全战不住 刚才这波幻影长毛手 也就是进来切了一个酱油毒狗 对 然后他在提火亚伯盾 对 提火亚伯盾打出了大刀 然后自己的幻想是被 龙骑士加敌法直接砍没了 对 一波两头高地背后 敌法师更新第二把蝴蝶 双蝴蝶冰眼 马上25级 这波是因为上路有二塔在 所以不能一波拆一超级兵出来 但是这一波打完之后呢 这一场比赛 OG基本上已经拿下了 还是在中期把握好了一波关键性的机会 这一局其实前期OG的烈士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 就敌法师一个人飞 然后龙骑士跟眼门都比较穷 但是C22中期呢 他选择了一个进攻性不是很紧凑的打法 相对来说偏刷了一点是给了OG机机会 而且人也是比较分散的 这边选择了一波开悟出来 塔克被发现 敌法师想过来找大根找毒狗 敌法师避过来找赏金 两刀三刀四刀 赏金是被砍死 正面剃刀这边的抽龙骑士的攻击力 这边冰龙冰箱给自己 敌法师被天堂自己天堂了一下 给套子解掉 砍正面砍猴子 装备领先太多了这敌法师 猴子是空血逃生 是的 剃刀阵亡冰龙买活 在这边正面队友已经全死了 TP回家了 猴子就是不管幻象有多少 完全刚不倒敌法师正面 塔克也没拦了 噢一个大招 忽然带走 瑞斯路盛超神三杀 直接过来拆基地 发现了猴子 连人带幻象一起清 这边里面打出了积极wellplay 这样的话也是 恭喜OG第一局 是通过一个敌法师的 后期个人carry拿下的比赛 C2这局前期做得实在不错 但是到了